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装修的大崔 今天给大家总结一下 在我们装修过程中 有哪些东西会影响我们日常的一个打理 收拾卫生 因为这两天接近年底了 大崔也是把房子进行了一个清理 清理过程中发现好多那些年装的时候 觉得挺好的东西都让我给扔了 先说一个重点 就是油烟机一定要选好的 因为咱们收拾卫生 往往厨房边边间就是最重点 收拾的 尤其是厨房 厨房那些油烟到时候会 如果说抽油烟效果不好的话 会沾到你的瓷砖上 瓷砖缝隙上 不经常打理的情况下 等到年底你再收拾的话 一天时间做一个厨房都很难 所以说油烟机一定要买好的 第二个 地轨性的推拉门 无论是厨房和卫生间 现在这个地轨已经作为升级了 地面带槽的这个不能买 地面呢要凸起的这种 清理卫生才好清理一点 第三个 不高不低的 这个床或者沙发 缝隙就这么大 你扫地机械人进不去 平时的扫把拖把都进不去 它也不是闭合的很死 如果说直接压到地面 缝隙很小的话 也行脏东西也进不去 但是就怕这种高不高 低不低的 扫把进不去 平时很难收拾 到时候呢 年底再收拾头 哇好多孩子的玩具啊 脏东西都有 这个呢一定要选好 可以选稍微高一点的 这样呢 现在咱们非常方便 这些扫地机械人 他都可以自己进去清理 第四个 就是我们的衣柜的推拉门 一定要注意啊 能够用平开门的 千万不要选择推拉门 推拉门 它的容易透风啊 容易密封性不好 到时候你里面的衣服啊 尤其是白色的衣服 可能夏天的衣服还挂在那里啊 到时候你这个领子啊 或者什么地方都已经脏了 就是有尘土漂过 啊 第五个啊 卫生间这块了 卫生间就会涉及到 现在比较流行的啊 黑色的这个花洒 黑色的水龙头 这个呢 是非常难打理的 尤其是咱们这水质不好的情况下啊 这个水龙头 不要觉得它好看 难打理啊 一定要注意 第几个了啊 就是下一个下一个这样说了 我忘了第几个了 就是咱们这个楼空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一些中式风格的一些楼空的啊 这些啊 玄关呢 或者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呢 也是非常难清理的啊 这个呢 一定要注意 啊 下一个就是我们卫生间的一个玻璃房啊 淋浴房 洗澡的时候 大家都注意 都知道啊 它确实这些泡沫呢 不会溅到别的地方 水也不会溅到别的地方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你这个淋浴房清理起来也是挺费事的啊 其实呢 我更建议如果说可以的话弄个玉帘啊 咱们呢 定时间就把这玉帘换掉 这样也挺好的 嗯 白色瓷砖 还有白色的东西尽量少用 质量好的还好啊 如果说你选的质量不是特别好 白色瓷砖 如果说放在厨房的话 加上油烟的一个效果 白色瓷砖是容易发黄的 白色的门 白色踢脚线 是不是很多业主都在选择 如果说阳光充足 刚好你就能够晒到你这个门的话 这个门会爆裂 或者说它发黄 也是整体效果会比较烂的啊 所以说白色的 纯白色这个呢 尽量少选啊 呃最后一个就是我们 十英十台面 主要涉及到就是厨房 厨房那个十英十台面 万一有渗油这种情况是非常难清理的 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窗台 你可以用质量差一点 实行时或者港时都没有问题 但是涉及到你的厨房的话 一定要选好的实行时 硬度高不渗油 好了 今天呢就为大家总结这么多 大家还有哪些啊 就是关于我们最近年底了啊 收拾卫生发现的一些启发问题 千万都写到评论区 让咱们呢啊 网友呢都去看一看 避避坑 网上吹 观众都熟每个系列